第五百八十七集 大殿中 丰族供来了四名老者 接樊浦归真 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像是樊俗界的普通老人一样 一名老人喝道 你这个小子倒是很霸道啊 明知他们的身份还都给镇压了 你想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太过分了 与其让他们将来吃大亏 不如我现在先让他们长个教训 叶凡平静答道 另一个老人笑了起来 算了算了 不用计较了 这小子倒是有些意思 看如此行事 出乎我的意料啊 还不将他们放出来 江云在一旁开口 叶凡自然知道身前 眼下可不是强势的时候 遵从性命 将麒麟骨中的十几个人 都放了出来 且将白骨帆也一并奉还 叶凡 风烈大叫就要扑过来 风族的一名老人一声冷喝 他多耳时止住脚步 纷纷地走了回去 江云对叶凡说道 去礼间吧 神王与风族的圣主要见你 在另一座大殿中 绝带神王端坐上方 白发如雪 面如关羽 气色如常 看不出什么 不知道他身体的真正状态如何 在下方 有一名中年男子 黑发披散 眼神清亮 身材伟岸 坐在那里 很有气势 一看就是久居上位者 他窥然不动 眸子很深邃 正在打量叶凡 此人正是天之娇女 凤凰的祖父 名为风晶云 亦是风族的圣主 神王温和地开口 让你浑身的血气沸腾 将旺盛的生命精气 全部绽放出来 给风族圣主看 叶凡遵命 毫不保留 刹那间他血气冲天 如一头真笼在复苏 强大的生机 让风族圣主都惊讶 不断地点头 叶凡的气势不断提升 浑身的生命精气 化成龙形气柱 打穿大跌 冲天而上 像是一片汪洋在汹涌 这片地狱 所有修士都被惊动了 露出骇然之色 望向那个方向 不久后有消息传出 风族圣主对叶凡很满意 让神城许多准备 看笑话的人 全都傻眼了 不明所以 这还有说吗 风族圣主定是已经看出 叶凡可破入秘境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荒骨圣体崛起了 许多人动息 推测出了真相 神城在这一日 大震动 叶凡离开大殿后 静止来到天妖宝去 找到妖月空 让他帮忙留意 收集各种神圆石皮 离开时 里黑水都不解 叶凡 你想做什么 突破在即 怎么做起这些事情啊 因为我担心失败 这一次无论如何 我都要破入四级秘境 叶凡 对他们没什么隐瞒 图飞笑了 不会有事 你多想了 纵然千万金元 不能助我进入四级 我自己也会 以另一种方式进入 这次 定要攻城 叶凡 谋光坚定 就在这一日 丰足圣主 做出决定 送叶凡 三百万金元 助他破入四级秘境 此消息一出 东荒震动 很显然 丰足圣主 将叶凡 当成准女婿 看待了 认为他可破入四级秘境 要将他 绑在丰足 这辆古战车上 大成的荒谷圣体 终于又将再现世间了吗 所有人难以平静 绝代神王终于放话 就在这明日月圆之夜 让叶凡进入画龙池 冲击圣体天生的 第一难关 消息一出 举世皆经 圣体破关之日终于到 董皇诸圣帝 中周不朽的皇朝 以及诸子百教 又有一批强者赶来 对圣体冲关 分外关注 都要关理 叶凡 将在夜月之夜冲关 牵动了很多大势力的神经 举世瞩目 诸多修士都在关注 天下风云 汇聚神成 然而 在这敏感时刻 叶凡没有静心安神 却在四处寻找 神源石皮 仙坟 血迹台等 早已被他收起 他通过种种途径 又从圣地 十方得到了一些 都是往昔切实 遗弃下来的 小子你想干嘛 大黑狗忽疑 而后像是想起什么 瞪圆了同龄大眼 叮嘱叶凡 你疯了 乱喊什么呢 叶凡瞪了他一眼 你先命成吧 纵然你有京市元属 那个地方也不能去两次 许多绝代人物 都只能叹息 大黑狗警告 锤子不用你管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叶凡没有多说什么 依然出没于各大十方箭 不动声色的 收集食皮 你比得上李牧吗 你比得上江太虚吗 你比得上日古天书吗 再入此山 唯有一死 大黑狗呲牙告诫 你猜错了 我不会自己送死 不要多说什么了 叶凡不想惊动其他人 这一次 他是要破入四级秘境 足足一千三百万金元 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他心中依然无底 若是成功怎样 若是失败如何 他想到了种种可能 叶凡不想被阻 无论如何 他也要破入四级秘境 若是在画龙池中 碍然收场 他决定自己去 拨出一个未来 无尽四级秘境 环顾圣体将 泯然众人意 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高手如云 道宫秘境的修饰 只能仰望其他人 姚池圣女出现 他身段高挑 亭亭玉立 亦如过去鲜雾遮体 如鲜趴摇雪 似神连沾水 仿若天界娇女将士 他递给叶凡一个谈木盒 祝你冲冠成功 这是姚池送你的礼物 昔年 姚池与袁天师关系莫逆 如今与叶凡也并无冲突 该圣帝希望 他能入姚池一行 以尽仙六峰 处理几块石王 这是什么呀 叶凡不解 姚池圣女倾气红唇 悟到古茶树的三枚叶片 叶凡吃惊 不死山中的古树 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 蕴声大到温落 对于圣主级人物来说 都是神物 他着实吃惊 悟到古茶树 每年能飞出不死山 三十片叶子就不错了 也不知道 有多少圣主级人物在盯着 对于浩瀚东荒来说 根本不够分 三枚悟到茶的古树叶片 对于将冲冠的叶凡来说 是一份大离 叶凡的双眸射出两道神芒 姚池圣女一惊 以为她在运转透视神眼 轻声娇和 速手一展 划出一片道徒挡在了身前 迷雾中 她脸色飞红很是气恼 想到了上次的经历 你在做什么 先子不要误会 我未动用原天神诀 只是有些吃惊罢了 大恩不言谢 他日 我必会去解决 姚池的失望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